多倫多市中心Bloor Young 地鐵站 獲得三級政府共同撥款15億元 展開擴建工程 蘇恰文報道 這項擴建新工程位於多倫多市中心的Bloor Young 地鐵站 三級政府的代表 今日在多倫多公車局TTC 設計Davisville廠房共同宣布撥款15億元 包括聯邦5億元 安省4億5千萬元 以及多倫多5億6千4百萬元 會對地鐵站展開一系列工程 包括擴大和新建月台 增設電梯 以及方便商店人士使用的出入口等等 而對於起好的日期 一再推遲的藝靈頓跨城輕鐵項目 省府回應強調 這個開始在安省前自由黨政府的工程 目前面臨技術問題急需解決 根據多倫多市副數據 Bloor Young 地鐵站在疫情爆發之前的使用人數 每日高達22萬人次 繁忙時段非常濟濕而造成危險 預計擴建翻身 會顯著增加客流量 為及金馬堤地區的市民使用公共交通出行 WOW